就是在这个有周刊拍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好 拍到呢 是王文阳 之前大家都说王权人年轻气盛了 可能呢 这是会有一些这个桃花新闻 但是呢 这个拍到是跟这一位 好 这位是友台的主播 财经台的一位主播 蔡尚华 好 算是呢 在同一页里面呢 心境非常优秀的主播 但是就是这张照片 被拍到了 他们呢 在这一个宴会场所呢 看看旁边这一位啊 这位女主播呢 跟王阳靠得非常近 而且呢 你看他手势比这什么 不是比赞 是比这个 哦 这年轻人才会的爱心的手势哦 你看王文阳 哇 非常的开心 大家一起比爱心的手势 好 所以呢 周刊就拿这个做文章 就说 这个王文阳呢 现在之前呢 才说呢 跟自己呢 长期的这个女友啊 不是感情不好的情况之下 现在是不是有了新欢女主播呢 好 不过呢 这女主播她回应了 她是说呢 这个是一个媒体的参序 这并不是什么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场合啊 所以她否认 而且她说自己有长期交往的男朋友了 所以大家不要做联想 但是呢 从这个话题又有人讲到说 这一位女主播啊 她平常的样子 也让大家觉得 嗯 真的是蛮特别 蛮清秀的 这是她上妆的模样 这是她平常 应该没有放错照片了 就是她 没有错 你没有看错 对 就是她平常非常的清秀 哇 清秀到 这个王文阳可能下次呢 饭局找她 如果她这样出现的话 可能认不太出来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到 现在的状况呢 这个是不是 王文阳跟吕安妮之间 她说多年的好友 之间是不是真的感情深变了呢 还有呢 就是她跟女主播之间的关系啊 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报道 马上连线给记者张光辉 好的 主播就是画面中的这张大合照 王文阳坐在中间 手指呢 还比出了爱心的手势 仔细想旁边那位身穿红衣的美眉 爆出就是王文阳的新桃花 而她的真实身份呢 是电视台的女主播 那根据呢 周刊爆料 就在7月24号的晚上 王文阳呢 带着一位身材丰满的美眉 来参加饭局 而且呢 整晚这个美眉 都坐在王文阳的身边 最后呢 大合照的时候 王文阳还跟着这个美眉 一起比出爱心手势 看得出来呢 这个气氛相当的热络 而且呢 这名女主播呢 最近也才刚刚跳槽 还拥有国立大学的双学位 似乎呢 还有个稳定交往的男友 那实际呢 向女主播求证 她说呢 当天是受邀来参加 媒体参序 也跟长官报备过 不玩新闻才去的 那跟王文阳之间 没有互动 也没有私交 这是为您掌握到的讯息